好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开这个叫Easter Garden of Babylon 也是一个叫巴比伦花园的一个游戏 但是它跟我们之前开的不一样 它是一个设计师的一个续作 Bruno Cathara 这个设计师好像也挺有名吧 因为他们老说 这个盒子为什么这也是皱皱的 不要在他们家买游戏了 有点伤心了 好 那么这个游戏反正之前我们在GenCon看的时候 大家都是这么介绍 但我们之前在GenCon的时候 后来想买的时候已经卖空了 前两天我们在犹豫要不要买 因为它又是那种版图放置的游戏 对吧 看我们节目的人可能都知道 我买版图放置的游戏还买挺多的 但现在就是这个心态不一样了 之前可买可不买就不买 现在可买可不买就买 就是它这个游戏的主要版图 就是模组块的 应该就是每次可以随机的摆放 刚刚还有大的这个盘盘 不知道是啥 感觉就是有六个分区 说明书一本 还有一个是专门是那个Sell-up 就是准备工作的这个专门版图 刚刚要大把人放这种小的这种板块了 说了吗 这个板块放置了游戏 就把这种不同的板块分类放在 一个萝卜一个坑里放 我们先看这个说明书 Ishita 巴比伦花园 巴比伦花园会在地上 反正看起来也是一个比较轻度的游戏 这个也是那种规则没几页 感觉午夜要说完了 可能就是会跟卡尔松比较相似的那种感觉吧 版图放置刷分 这个是每个玩家自己独有的这个板块 红紫橙黄 所以就是四名玩家可以玩 这个是什么 这个有点新奇了 不好意思 这就单纯是个盖子 恐怖其然这里面就掉出来 现在这个游戏都不让摁板了吗 那我摁板的乐趣就没有了 然后这是这种不同的这个版图 这种长条形状的 我想它混入了一个间隙 短条 背面这应该这有三个种子 它可能就是不同的种子 它有不同的花 为什么这还有个发辣芽 不知道这个发辣芽 可能没有什么十字性作用吧 刚新开就已经是乱了的 好爽 强迫症再一次被治愈 这个像是底板 这个应该是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给它这样铺上 哦那不是随机洗位置 对随机洗位置 然后可能每个位置有不同的说法 你也不知道 好 那我们继续看它还有什么 当时这个游戏为什么还会比较吸引人的眼球 就是它的配件其实也挺精致的 这个小塔 巴比伦花园吗 没有个塔怎么能叫巴比伦 但是为什么这个白色只有一个 所以就是说这三种颜色跟玩家没有关系 然后这些就是红色的水晶 这个就很普通了 白色的水晶 紫色的水晶 应该就是各种的资源 然后最后这个应该是跟玩家有关系的了 你看这个小黄人 小红人 小橙人 小蓝人 要个水壶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了 这种情况下遇事不决 就是初始玩家标记 这个明显就是这个积分板 说实在 我其实还挺喜欢积分板游戏的 我不喜欢这种旁边爬条的游戏 因为总会有那种不规矩的人 对吧 多跑一车 或者说是不小心碰到了 你就忘了在哪 我觉得 不怕是老师这样 我刚刚是在41还是42人 我觉得在42 他永远都不觉得是找了那个数的 然后这些事还有树 今天就是放在那个版图上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罗卡 然后这是这个游戏里面 唯一的一罗卡 来看看啊 这个就是可能不同的花花草草吧 还是不同阶段的 你看慢慢就长大了 长大了 长得更大了 大了 反正就是这种树 这个树有点可爱 莫名其妙 好 按照惯例 我们把这个版图摆起来看看 这个版图是双面的 然后也是这种模组型的 上面就有这种不同的圆圈 这个圆圈就可以放上面这些块 看起来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塔 莫非就是这种放这种塔用的 你看它这种就可以这样摆上去 我不知道它是要躲开这些石头 要盖住这些石头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还可以再盖上去 有没有 是的 我好像记得有人就是盖了盖来往上盖一层 感觉好像是他们今天会这样摆的 那你难道不是应该去盖一个没有的吗 为什么要去盖到有的呢 应该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巴比伦空中花园 一层层往上盖 感觉还还可以 那么这就是这个游戏的版图 好 那么这个游戏看一下这里了 看起来还是一个比较短小的青汉 然后应该还挺耐玩的 这种版图放置的 那么本期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拜拜